腳交的時候特別注意,腳交作為1,請你不是直接存檔 直接存檔的話,它會跳這個 下列無法儲存,無聚齊活躍,因為你有VBA嘛 那你不能存,你記得不能按4,按4就完蛋,一旦按什麼,按否 然後呢瀏覽一下 找到這個有沒有 就是把它改成啟用聚齊的活躍部這個 如果你存錯檔的話就悲劇了,因為這個裡面就不會有VBA 你按鈕按下去就不會work,所以一定要記得不要存錯,按儲存 OK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的話,那你已經做好了 做好之後的話,那如何繳交 你會發現呢 剛剛存檔的話,應該是 這個你不要交錯,你剛剛應該是 XLSM這個,所以你要交是交,因為它有兩個,這個不對 交這個 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呢,交到Poto之前 因為我剛剛有開,請你自己在到你的那個雲端上面 開一個什麼呢 開一個資料 開一個資料夾 OK,我是把它放,假設我就 我的雲端對不對,你自己的雲端,然後你在雲端裡面 就是建一個你的 這個 我看我放 這個好了OK 比如說第一步你要新增 一個什麼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請你用你自己的那個 比如說你的學號 假設啦 然後你的名字 請你 盡量按照我的要求,學號加姓名,然後按下建立 你自己放在你自己找到的地方 建立完之後的話呢,就會有個空的一個資料夾 你就把它打開 再把剛剛的作業 把它傳上來就可以了 就把這個丟上來 那不過記得 一定要記得齒輪的部分 設定確定一下 這個地方不要打勾 因為如果你打勾的話 那 它就會幫你轉成Google的試算表 那你VBA也不見了 OK,我也看不到了 那 基本上大概這樣 所以我確定 然後沒問題 我就把它 把剛剛 我的那個 檔案 直接就丟上 丟的話,你可以按右鍵上傳 或者直接從這邊 把它拉過來 然後上傳 最後的話呢 記得 你就把你這個 上面共用 共用的話 記得 最後有個關鍵 之前同學 就直接給我上面連結 那我看不到 因為你沒有開啟 所以最後記得一個動作 你要開啟共用連結設定 否則的話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又不知道怎麼打分數 這個時候呢 你才有開啟 你就把這一個 連結給我 不過這個連結很長一串 我建議啦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 把剛剛那個連結怎麼樣 到GG.GG 有沒有 把它縮短一下 GG.GG 其實就縮短 或者其他也沒有關係 其他還有很多其他縮短網址的服務 那你就把剛剛那個網址 貼上之後 然後SHOOTEN它就可以了 它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短的網址 那你就把這個短的網址給我就可以了 OK啦 然後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最後繳交作業請記得 一定要繳那個格式 是正確的 XLSM 第二個就是上傳到 雲端 那最後貼到那個POTO上面的話呢 請你給我一個 那個Google雲端的 網址就可以了 看 POTO上面有沒有地方可以貼 如果沒辦法貼你就貼到記事本 給我一個記事本裡面有一個網址也可以 好